另外它最快可以連拍 不知道多少張 Yo 今天去了這個 你看我穿了西裝 不過都是短褲 今天去Carry那裡 但不是我女朋友Carry 是嘉莉酒店 Carry Hotel 今天Sony搞了一個Alpha Line 就是A9的試玩? 法寶? Something like that 有份去 你看我也是用iPhone 加一條線 免得拿一部Canon出來 踩場 現在正在上去 看看有什麼看 是 法寶在二樓 我現在正在上去 那 Carry Hotel也挺漂亮 而且也是禮拜的酒店味 那 其實你看到很多 用Alpha Line拍的照片 全部都是一些 比較高速的Sport 的照片 那 應該 我想它這次發佈 會圍繞著這個 高速拍攝為主 另外就是你看到 這裡 很多酒店的食物 那我就先去吃點東西 話說 其實是CALL 6半 現在已經差不多7點 都還沒進去 吃東西我已經吃了3盤 都已經飽了 好像開始了 先進去 Yo 我們已經進了場 你看到很大的Sony標誌 哈哈 然後你看到一大班 跆拳道 還是幼道 還是擠拳道 不知道 有一班選手 我想待會過來試機 過來試他們 高速連拍 好 你看到他們剛才踢完 跆拳道 今天Sony安排了很多 A9 應該是Alpha 9 Alpha Line 什麼樣的 給我們試 你看到有這支 7200 F4 對不起 F2.8 G Master 還有其他不同的鏡 例如那些 100-400 24-70 剛才他們 踢了很多次 現在都還在踢 他們一邊踢 我們就一邊用這部 去拍 你看到其實 連拍真的很快 其實我覺得Sony 這次安排這支鏡 很明顯是在打 接下來的 奧運會市場 因為 他們全部都是說 速度的東西 還有 Silent Shutter 拍照的時候 沒有啪啪啪啪啪的時候 很多運動都可以拍 例如 射箭 跑步的起跑 也可以拍 除了打奧運會 除了打奧運會之外 其實他玩什麼 一個女兒去彈琴 然後你去拍照 都不會有人發現 那個Silent Shutter 他連拍 剛才連拍其實很好玩 因為你按緊他 就這樣 嘈嘈嘈嘈嘈 他也是推銷 一件事就是 嘈嘈嘈嘈 的時候 不會有黑色的 因為你有黑色玫瑕 等於爐 粘邊 長度開地 經常的注意 carbon 感覺是什麼呢 就好像平時我拍片 再長 camera 跟個片段 形容 其實他連續 隨眨 去做照料 從底去到 二十四 二十五角 但其實他做 次數 每秒四十 都他的技術 已經提到 然後再出相片 另外就是在Layout上面 因為我之前是A72的 就是Alpha 7 Mark II 其實Layout上也很大改變 例如我不用每次進去 再去領AFC和AFS 這些東西有鎖 因為有時候做事的時候 很容易不小心領到 這些東西全部有鎖 按著才領到 是一個很好的功能 另外就是連拍 是高速連拍 或是高速連拍 或是中速連拍 都可以在這邊的Dial 上控制 實在太好了 這邊很正常的加減 另外兩樣東西是最重要的 一個就是它的Joystick 有Joystick之後 你選擇的東西會方便很多 以前就是這樣 按來按去 然後在這裡按左按右 按到死 第二樣東西很重要 很重要的就是 終於有兩個slot 你知道那時候 用Alpha 7去拍攝的時候 多怕卡死 沒有第二張 玩到散場了 我還是先走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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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